刚刚容生做父亲的陈小春可谓人逢喜事精神爽 喜得爱子的他本应正沉浸在初为人妇的喜悦之中 不过最近其却开始频繁辗转内地捞金 拼命为宝宝赚奶粉钱了 近日由陈小春安乙轩主演的爱情喜剧电影《我的第四个老公》 在天津举办开机发布会《当天正赶宝宝满月》 在内地辛苦拍戏的陈小春也因无法陪伴宝宝身边而感到十分遗憾 因为今天是我儿子的满月 我就这样子 我昨天晚上十二点了还不睡 一直等 等到十二点了 放个照片来看看 好了不辛苦了 不晒了 爸要睡了 当天为了庆祝儿子满月 剧组也特意安排了VCR送祝福 安乙轩更卖萌献唱 让陈小春感动不已 现场陈小春也通过隔空喊话方式 透露出了对儿子的思念之心 每当提起宝宝 陈小春都满脸养溢幸福 一心想做全职奶爸的他被媒体问及现在却忙于工作是不是急着给孩子赚奶粉钱的话题 其也丝毫不避讳 更现场一连委屈状的鬼马回应让在场记者忍君不惊 父爱大发的陈小春难掩对孩子的喜爱 更透露与应彩儿已有准备追升第二胎的计划 并表示希望再添一女儿女双全最好 有想过有些准备但是不是带的 所以海底还需要一些时间长一点才这样子 如果这次是女孩就好了 这次是女孩就好了漂亮